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王朝确实是在他储君的马蹄子下面溃败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被人们叫做西楚霸王的 既然项羽能够被叫做西楚霸王 那么他必然不是普通的凡夫俗子 更不要说是一个平凡的人了 相传项羽历大无比 在古代也可以全是一个金刚大力士呢 据说他青年时便能单手举起一支重拔签金的大顶 这可令当时的众人都吓坏了呢 只乎少主真乃神人矣 可是世人都是会有他自己的缺点的 他相语最大的缺点就是有时做事的时候 不能够那么坚决 有很多的历史记载都没够说明 比如说鸿门宴上对于刘邦的心慈手软 这是他最终没有做稳王座的最大的败笔 如果当初他在鸿门宴上对刘邦下了他的狠手 不让刘邦借烦快大闹的机会去上厕所 趁机逃走的话 我相信他也不会有那样的结局 定然能够成为千古一帝 当然了 这与刘邦手下的计谋也是有关的 刘邦的人缘太好了 虽然说他的人品不好 但是人家的情商可是一流的 很多有才能的人都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 这件事的成功张良是最重要的功臣 不仅有他好友的连夜赶来的忠告 还有他那冷静的离场发挥 这一切的一切都被刘邦的逃走提供了条件 当然了 相语最终的溃败 还是由于太过于相信了刘邦 明明可以将刘邦消灭 可硬称称是被刘邦的花言巧语所迷糊 最终与他签下了协议 说是分下了楚河汉界 这也是象棋的游览 双方都不互相侵犯 可是谁知道刘邦的野心竟然如此的大 表面上先是以这个为借口换了狗活 可是暗地里却偷偷屯兵 准备消灭项羽 项羽居居然也真的就信了 也是没办法谁叫他是一介武夫 做事还坦坦荡荡 他开始迷上君王该有的奢华生活 再加上他身边有天仙一样迷人的鱼姬 他的生活自然就更加潇洒了 什么屯不屯兵的 也就自然不在乎了 最终在刘邦的大军逼迫之际一脸猛逼 可是那时的项羽 就算他还是西楚霸王 可他的军队也已经不再是天下第一的储君了 天下的大半部分都是他刘邦的了 最终项羽大败 退到了乌江旁 对河岸便是江东 他回到了江东便可以东山再起 可是就在被刘邦大军逼到乌江河岸 那前一晚鱼姬为项羽 捂了这辈子的最后一次戒 随后拔剑自吻 鱼姬知道自己连累了项羽的大业 他不想再连累下去 可是他没有办法让项羽东山再起 只有自己彻底的离开 才能够不再连累项羽 于是变自吻了 项羽哭成了一个类人 据说第二天他神勇的杀光了刘邦的追兵 可他的储君也就只剩下他一人 他被迫的来到了乌江边 对面便是江东 江上的船夫已经向他招了手 示意他要不要坐船 可是项羽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没有脸面再去见江东父老了 他把他们的儿子带来 说是要夺得天下 可是他败的 这样回去 他也是没有脸面的 即使父老乡亲们能够原谅他 他也不能够原谅他自己 更何况他是西楚霸王 怎么能够忍受败仗 他的鱼姬也死了 不如 于是便在乌江旁自问了 一代萧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这剧情真的是烂透了 如果他向羽东山再起的话 别的不说只要他肯 付出他一定能够称帝的 因为他比刘邦更有资格做千古一帝 你们说的 要是你们 你们会过了乌江 回到江东东山再起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们下期再见